3、2、1 请搓2014基隆卷村文化节 来去GammaDiam正式开张了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 跟新丰里里长丁丽娜 镇沙里里长陈芳林 一起玩GammaDiam的搓搓乐游戏 邀请大家在10月5号和10月6号 一起到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参加卷村文化节 体验来去GammaDiam的系列活动 其实我们这活动 10月5号、10月6号有非常多的活动 我们有玩昂阿飘 我们也可以玩那个 有大型的弹珠的一个弹珠台 还有我们的互动黑板 因为小时候大家一定要在黑板说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在黑板 这是在GammaDiam的大沙湾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黑板留下 你想要告诉另外一个人的话 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可以到现场 也可以相互回话 这是一个很好玩互动的一个部分 那现场还有跳格子等等 小时候玩的 小时候我也晨晨常常玩跳格子 常常输啊 都在旁边哭 然后每次都去GammaDiam 都看人家在玩弹珠就很兴奋 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把这种 沉浸的感觉 然后告诉各位的好朋友 现在都是手机时代 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机平板 我觉得这个活动 这个场地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有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堂哥堂姐都带我去GammaDiam 玩过那个弹珠台 然后小时候有跳格子 阿嬷飘都会跟 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玩 所以我蛮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你们的小朋友 把你们的手机平板放下来 出来一起走一走 来到我们的沙湾历史园区 一起来回味一下 他又让我回忆起 当初我们都是钱不变嘛 我们年纪时代的钱很少 所以我都拔爸爸的白胡子 要拔十根一毛钱 所以会回想起 爸爸当初我们的钱 您用钱是这样赚来的 帮爸爸 所以亲情的感觉很棒 再过来的话 逐渐长大了之后 会吃他的那个什么 橄榄红色的 他不是真的吃 一直含在嘴唇 他那就是红红的 这是爱美 所以说那个小小很多的回味 跟很好笑的一些行为 逐渐会让你呈现出来 所以说干妈讲这种是很有历史 很有故事的 守不了的 当然是我们精彩的舞台活动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曾经陆维金曲最佳作词人的杨素浩 还有我们金融在地的高人气创作 歌手廖文强 还有传统的艺文表演 陀螺扯铃记忆表演 透过丰富的舞台表演活动 还有严选基隆特色店家打造的市集 市府邀请民众到眷村文化节现场 吃喝玩乐 一起来怀旧重温旧时光 记者黄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